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见老婆时 他正与人下棋 那是一处极实的树荫之下 他与另外一人厮杀正寒 我行路困乏便站在一旁休息 一盘棋局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下棋者一个安然 一个焦躁 围观者指手画脚 众说纷纭 你按兵不动 我操歌香香 那田子阁内 楚河汉界 精畏分明 那将帅居马 敌我双方 你来我往 冰刃相向 方寸棋盘之上 一时间杀气腾腾 观其不语 方为君子风范 更何况我是个出家之人 我站在一旁悄无声息 无人关注 此处多了一个陌生人 但见其中一人 露衣无言 举止洒脱 身态中霸气外露 有气顶神弦 那份淡定从容 是风浪过后的溥玉珍 一言一心中 尽显大雅大俗 大智大度 从围观者的闲谈聊天中 我得知他叫老朴 少年时何除绿叶 放木清代 本是习化之人 后来又经商酿酒 话与酒都远近闻名 再后来 不知为什么 他又厌倦了经商 整日流连雨 也输菜谱之间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老朴 他喜欢种菜 他说 青猪物虽微 但有山水之清气 事物虽贱 亦和百姓之众口 他爱其 也善话 他的话用笔简朴 舍墨轻雅 从心所欲 独匹一格 在乡间待得久了 慢慢地他的本名称谓 也从灿烂中淡去 一如暗头之清书 欲发的清和寡淡 他不休蝙蝠 夏日里一见短衫 寒冬腊月裹着黑布棉袄 除了眼神依然透着一股清澈的书卷气势外 与平野百姓再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三局两胜 已是定局 劳浦甚出 而输了的人不依不饶 劳浦不管 只顾站起身来看看四周 他大手一挥 说道 今儿个 谁跟我一起喝酒啊 大家哄笑起来 想必他们都已熟食已久 指他性情 他环顾了一下 把手指向我 说道 看来啊 就你是个闲人 一起走吧 我闲吗 或许他看我一身行路短装 神色与常人不同罢了 这闲有多难啊 世上人多 懒人多 可闲人不多 一写闲字 难写闲偏 因闲不在时间 而在内心 智争而素朴 闲静而不躁 闲听读作 闲看风云 那是因为有一颗闲散淡定的心常在 闲是尽到极致 淡到极致 悟到极致了 也罢 我对他倒是有些兴趣 不如随他而去 小城小镇 老巷子里没有几个人 巷子的尽头一棵大树 藏着幽 透着牙 树后有屋 我进了门 此间别有冬天 屋内的陈设很简单 一桌一椅 一茶台 一琴鸡 一花桌 几乎都是老物价 不是什么昂贵的木头 简着质朴 致素 致雅 屋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装饰 想必是经过某个女子 金星百智 偷着小小的情谊 老婆笑了笑 安排了午饭 也不多言 任我在屋里观看 其实 刚进门的时候 我就被屋阵中悬挂的一幅画 深深地吸引 那画里 暗色的背景中 一小半是锤挂的竹帘 另一半是竹帘演映的女子的身影 她的衣媚在风中透着忧 脸上是森然的寂寞 她不算美 却有着明亮柔星的眼眸 拙然在黑暗处 郁满了清极与决染 画的格调清新 又沉重 仿佛在空山幽谷中 遭遇暴雨 又或者在凛冽的寒风里 邂逅爱情 三人不该掩爱 可这幅画 满满的都是浓浓的爱意 看着这幅画 老婆的眼神 变得深情而忧烧 我没有问 因为有些隐痛是不能言说的 一会儿功夫 有人送来了酒水和饭时 老婆招呼我坐下 举杯换盏 她饮她的时间酒 我喝我的出尘茶 我喝我的出尘茶 僧与俗的交错 其实就在一念间 僧去了戒便是俗 俗归了念便是僧 僧俗之间 用什么来界定呢 修心便是 不论身在何地 所以一切尽在不言中 她不问我的来处 我也不问她的归路 世间酒无有一笔 能醉的就是好酒 在酒中颠倒时间 忘却情爱 不论轮回 那一刻 也如在极乐世界般 逍遥自在 三杯两盏 自贞自饮 一切无需懂得 无需言说 也无需解脱 就在一杯酒里 一壶茶中 一人饮酒 一人品茶 最终 她醉了 我醒着 我看着她的醉 却有些隐隐地 微凉 洒脱之人 在放下 沉索的时候 也有解脱不了的悲伤 站在窗前 我看见 有几只树叶 伸入窗内 叶子 多么简单 风一吹 她就冒出细芽 风爱她 她便勃勃生长 风去了 她便在一季清凉后 归于尘土 清淡如此 简单如此 静默如此 甘心如此 风拂过我脸上的时候 有一些轻烈的良意 我将她的棉袄 盖在她的身上 任她睡去 一缕午后的阳光 从窗口照射进来 投在画桌的白纸上 落下斑驳的影子 在这借信的午后 在这空白的纸上 此时 阳光作笔 肆意琢磨 这一点透 漏 枯 瘦的技法 就勾勾了出 树的影子 夜的孤单 还有我 寂静的灵魂 醉酒人的憨声 也沉寂到 岁月深处去了 那又何必忧伤呢 生活呀 充满了变数 不论是惊喜 还是诡异 都值得拥有 那是岁月 给你最好的馈赠 多么丰富 又多么美好 不必担心老婆 她醉的 是回忆 是时光 起身 出门 我 悄然离去 我 给你结质 你 听起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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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